大家好,欢迎收看志远书香,我是宁希,喜欢请您关注我,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远书香最新的节目 李玉是南唐后主,同时还被人称为千古祠帝 作为一个帝王,国家若小,他无法力挽狂澜 国家在他手中败王,他成为了王国之君 作为一个文学家,李玉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他的词共有三十多首存世,这些诗词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 感情纯真,哀婉凄凉,意境深远,极富艺术感染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个词人经常被拿来和李玉对比 他就是清出著名词人,纳兰信德 两个人的身世和情质都有相似之处 李后主贵为一国之君,纳兰信德则是清朝初年朝廷重臣纳兰明珠之子 都是出身高贵,地位显赫 可是两个人的词却又都显示出似乎和身份不相符的天真和质朴 后主有王国之恨,纳兰有丧妻之痛 所以他们的词在后期都是哀婉动人 两个著名词人,一个是千古祠帝,一个是千古秦帝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评读两大高手的长相思 也看看您更加喜欢哪一首 首先我们来看李玉的长相思,一重山 长相思,一重山 五代,李玉 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 相思,枫叶丹 菊花开,菊花残,赛燕高飞,人未还 一连风月弦 这是一首秋苑词,表达了归中私父对离人的深深思念 以及私而不得带来的无限哀愁 其巧妙之处在于,李玉把这份感情描绘得深藏不漏 不写私父的容貌、神态 不写室内的装潢摆设 而是侧重于展现他眼中看到的一景一物 从而折射出他的内心世界 整首词的大意是,放眼望去,一重又一重的山巒 山那么远,天那么高 雾气蒙蒙的水,净染着丝丝寒气 我的思念像枫叶一样红 菊花开了又落,转眼已是深秋 塞北的大雁已然开始振翅南飞 可我思念的人,还是没有归来 我痴痴地看着幽幽的明月照在帘子上 随风飘飘然 这首词的意境非常优美 词里的一重山,两重山 菊花开,菊花残 这两句通过异象的叠加表达了思念的深沉 淹水寒,枫叶丹,燕高飞,人未还 这些鲜明的对比衬托了哀愁的浓重 可以说意象叠加和衬托对比是这首词的两大特色 更是两大妙笔 李玉的佳作很多 这首《小令》不能算是她的代表作 可是她在这首词里写紧抒情 直接用了相思枫叶丹来直书胸意 写相思之苦用了一连枫月弦 把秋风秋月不解人意 刺意乱吹穿过珠连 惹得连内的人思绪万千柔长百转 一幅情思无所归一的心境 写得悦然直上 可以说全词三十六个字 字字自然,字字生情 读来让人感受到了淡淡的哀愁和思念 当然更多的是优美的艺术感受 我们再来看纳兰信德的词作 纳兰信德的这篇《长相思,山一城》 抒发的是赛上将士对故乡的深深思念 我们先来看全词 《长相思,山一城,清纳兰信德》 《山一城,水一城,深向鱼观,纳盼行》 《夜深千丈灯》 《风一更,雪一更,锅碎香心,梦不成,故远无此生》 这首词是在康熙二十一年 纳兰信德跟随康熙皇帝出关东巡的时候写下的 当时纳兰27岁 纳兰信德的母亲是英亲王阿纪格第五女爱兴觉罗氏 因此她还是康熙皇帝的表兄弟 她的文学才华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 曾受她一等侍卫贤多次随嫁出巡 写这首词的时候 她就是奉命跟随皇帝到奉天祖林去祭告 二月二十三日 他们出了山海关来到赛上 东北的苦寒气候引发了纳兰对京师家乡的思念 更让她体会到了守边将士的辛苦和不易 这首词的大意是 拔山涉水走了一城又一城 将士们向着山海关日夜净发 夜深了 千万军杖当中依然是灯火通明 我在军杖之中听到外面风雪交加 思乡心切的将士们无法入睡 他们在故乡 何曾听过这样凛冽的风雪锅碎之声啊 纳兰信德的《长相思山一城》 也是一首小令 三十六个字上下两片 描写了皇帝出游队伍的庞大壮观 塞外景色的苍茫辽阔 情感细腻真切 以纳兰信德的出身和才华 在大部分人看来 她应该是立下洪湖之志 和她的父辈一样在官场大展宏土 可是纳兰偏偏是个性情中人 不喜欢官场的风吟和尔虞我诈 在这首词当中 郭遂这个词也许就是她在委婉地表达自己 厌烦嘈杂的官场 追求淡薄平静生活的一种心情和渴望 王国威曾经评价说 纳兰荣若以自然之眼观物 以自然之舌言情 不能真切如此 北宋以来 一人而已 这个评价比较准确地说出了 纳兰瓷作的艺术美 以及纳兰在清朝乃至整个瓷坛上的卓越地位 其实纳兰信德一直很欣赏礼后主 因此不论在两词的创作风格还是语言意境上 纳兰信德的词当中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李玉作品的影子 两首长相思 跨越六百多年的两段仇思 李玉和纳兰信德也都让我们见识了汉字之美和词曲的高雅意境 很多人经常把这两首词做对比 其实在我看来这两首词究竟哪一首更好 只能说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朋友们您更喜欢哪一首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这里是志远书香 我是宁希 喜欢节目欢迎您关注我 还有您的点赞评论和转发也是对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